众所周知,世界上有一个徐锦江宇宙 除了在阿斯加德生活的雷神版徐锦江 在遥远的亚特兰蒂斯帝国里 也有一位徐锦江分江 他的名字叫亚瑟,人称海王 因为能听懂海鲜说话 所以是当初无愧的海鲜之王 不过比起在海底世界当国王 每天开会搞政治 亚瑟更喜欢跟老爸住在一起 如今,他跟老婆梅拉孕有一子 过上了三代同堂的幸福生活 除了换尿布、洗尿布以外 他也得不断出战保卫海洋 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 老爸开始劝亚瑟要个二胎 眼看故事就要走向东北一家人的节奏 反派黑服粪终于登场 他试图击败海王为果后 依然没有放弃为父报仇 是要消灭海王 这一次他来到无人踏足的冰天雪地 寻找神秘的失落海底王国 只见数米厚的冰层开裂 沈博士和助手掉进冰凤 他点燃信号枪观察四周 不料前方突然传来阵相 两人搭乘的车子跟着砸向地面 眼前的冰层裂开了一道口子 一条黑色蛇形不明生物出现 沈博士赶紧发射求救信号 只见那怪物张开嘴巴吸住助手 将他拖进了深不见底的冰坑中 而收到信号的黑服粪带人潜入 他们顺着冰坑前进 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拖拽痕迹一直蔓延到水下 众人只好穿戴装备潜入其中 里面居然有建筑物和雕刻 沈博士还看到了几千年的骇骨 他们被封在透明冰层下神秘而诡异 其他人也靠近观察 黑服粪被大海蛇甩向海底 他正准备爬起来的时候 突然看到地面堆着无数机械装置 前方还有一把闪闪发光的三叉戟 黑服粪唤醒了黑暗三叉戟的主人 释放出古老的邪恶力量 后者承诺会帮他杀掉海王 报仇血恨 胜利的宏图在黑服粪眼前展开 他知道自己找到了希望 转眼就是五个月后 全球变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亚特兰蒂斯不得不召开会议 气温变化造成海洋酸度增加 氧气浓度锐减 有毒藻类大量繁殖 导致大规模温病爆发 亚则认为如果要阻止人类 继续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 得先让他们知道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此言一出众人哗然 他们当然不同意暴露海底世界 这场会议闹得不欢而散 另一边大西洋某处 黑服份借助古代黑科技修好了战架 还从海底挖出了不少能用的装备 其中就有一批造型独特的章鱼机器人 这种机器只能靠燃烧山桶运转 而大量的燃烧废弃正是造成全球变暖加速的原因 为了寻找足够的山桶燃料 黑服份驾驶章鱼机器人 前往借位森严的亚特兰蒂斯楚库 沈博士提醒对方 最好在15分钟内速战速决 只见机器章鱼手打开下水道盖子 三个机器人成功潜入内部 他们轻车熟路地打开闸门 然后开启零元购模式 开启移动这里的山桶储备 不得不说 这章鱼机器人设计得很优秀 就在大家忙着装货时 守在仓库门口的真章鱼发现有人入侵 马上去通风报信 紧接着仓库内响起警报声 身后的大铁门应声而落 黑服份下令让魔鬼鱼做好战斗准备 后者驾驶巨船 进入亚特兰蒂斯王国边境 魔鬼鱼让沈博士连通声波电源 所有人装弹做好准备 把守在边境的亚特兰蒂斯人 也准备好水梨炮进行攻击 可他们没想到 这古代黑科技船 居然能挡住水梨炮的攻击 还反将他们了一军 眼看巨大的战船突破防线 梅拉跟亚特兰女王只好出动 黑服份见证 吩咐手下分头行动 想办法带着山桶到采集点会合 亚特兰娜追着章鱼机器人前进 一队正在约会的情侣 被章鱼机器人撞翻 亚特兰娜家族游门借力冲向敌军 她抓住城放山桶的装置 避开章鱼机器人G2-3的攻击 亚特兰娜死死抱住一条机械触手 借助她的火力炮击机身 最后直接将触手大力扯断 山桶失去控制坠入下方 就在这时黑服份突然偷袭 亚特兰娜失足摔向下方 好在被鱼艇接住 紧接着梅拉带手下追过来 她跟黑服份一前一后进入高速隧道 以超出600节的速度航行 黑服份避开炸毁的飞船离开 梅拉猛拉操作杆 擦着船身避开 她旋转双手 操控水流 卷住黑服份 直接将对方的章鱼机器人搅烂 梅拉脱离鱼艇 靠近黑服份 她一拳打碎防护罩玻璃 梅拉的脖子被严重烧伤 黑服份这次行动大获成功 她正要过去捅死梅拉 不料海王突然现身 沈博士虽然知道老大讨厌海王 但现在亚特兰蒂斯大军正在来袭 她通知黑服份尽快撤退 这家伙居然炸断了列车轨道 海王不得不放过对方 去救脱轨的车厢 海王救下车厢后 立刻冲向战船 黑服份火速下令发射声波炮 一炮震飞了海王 这一战可真是丢大人了 亚特兰蒂斯不仅被掳走大量山童 梅拉还差点丢掉性命 卡尔森女爵召开紧急会议 就废除王位行政权的议案展开讨论 因为王位本应是王国的中心 亚瑟却花费一半时间待在陆地上 他在地面的敌人还追到了海里 亚瑟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 必须尽快找出对付黑服份的办法 对方不知从哪搞来一批黑科技 还在五个月内差点搬空了十二个山童楚库 这种远古时期的旧能源 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危害环境 所以亚特兰蒂斯才会封锁山童楚库 为了阻止地球变暖 海洋生物全灭 海王想到了一个好帮手 他被关在监狱的老弟奥姆 不就是黑服份以前的老板吗 不过亚特兰蒂斯不可能派兵去同盟国抢回奥姆 那样做势必会引起战争 所以亚瑟必须独四前往监狱 这下子徐锦江宇宙真的要重合了 国王哥哥反派弟弟 这组合确定不是雷神加洛基吗 最新情报称奥姆被关在陆地世界 因为渔民族的人觉得 没有任何海洋居民敢横穿沙漠 显然他们忘了海王是个混血 亚瑟换上一身色素体质战衣 可以像变色龙一样 根据环境变色 避开大多数传感器的探测 为了和亚瑟兰娜保持联系 又不被发现 他还带了个战术型动机追击间谍 也就是蓝色章鱼哥 陀波 既然是监狱就肯定有预警 这里的预警是可怕的沙漠族残荡 这帮人简直就是地狱魔鬼 他们会限制奥姆的水分摄入 虐待监狱关押的罪犯 陀波凭借着软体动物的优势 先钻进监狱中一探究竟 隐身海王则伴随着烟雾特效登场 我差点以为穿越到了86版的西游记 亚瑟轻松解决了几个残暴预警 准备带着弟弟离开 奥姆都快在这儿干成果谱了 也过不上跟哥哥的前仇旧院 立刻捡起武器跟着亚瑟越狱 两人一路杀到门前 谁知负责开门的章鱼哥不见了 兄弟俩在脱波的帮助下成功走出监狱 不过前院还有俩沙漠族人 亚瑟启动色素体变色衣 用隐身状态冲过去搞突袭 轻松撂倒了两个睁眼下预警 他们跨上沙漠族座骑扬城而去 在海里骑惯了海鲜 偶尔尝试一下爬行动物也不错 谁知招咬的亚瑟引来了追兵 没想到这大爬虫还有钻洞的功能 他们带海王哥俩钻出沙漠 现在该帮奥姆补充水分了 下一秒 沙漠中钻出几个沙漠族人 他们威风淋淋地靠近奥姆 可对方的身体一接触水 立刻跟海绵宝宝一样恢复活力 奥姆这段时间可没少受预警欺负 这会儿正好心仇旧恨一起算 他三下五除二就插死了几个追兵 另一边海王正在对付领头 奥姆见状飞起一脚拆开领头 就在这时托波突然急匆匆路过 两人回头一看 一大波追兵来袭 于是赶紧朝大海跑去 托波死死抓住亚瑟 把海王当作祭 回到海里以后 亚瑟简单说明情况 奥姆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百万年来 从未有人突破亡国外墙 同时他也好奇 黑浮粪经历了什么 此人虽然残酷无情 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为达目的破坏全球生态 此时的黑浮粪回到烧锅炉基地 污染环境的温室气体 大规模排放 搞得整个钢铁炼油厂无烟瘴气 沈博士显得忧心忡忡 他们要做的事非同小可 能让整个地球重新弃牌 可沈博士根本没有退出的权利 至于黑浮粪已经完全被三级叉主人洗脑了 沈博士留意到他的异常 于是偷偷潜入办公室确认 三叉戟相接的瞬间 博士看到冰川融化 恶魔降世的景象 原来黑浮粪的目标 已经不满足于沙斯海王 他要将亚特兰蒂斯复制一具 奥姆带亚瑟来到沉默城堡 这里到处都是亡命之徒 不法分子 简单来说 此地就是犯罪者的乐园 奥姆要找的人叫做渔王 这个人曾经帮他跟黑浮粪接头 通过渔王找到黑浮粪的机会最大 渔王表示 大卫已经不接活了 人家现在拉了只队伍单干 奥姆说他只是想知道大卫的位置 可惜渔王不肯配合 既然好好商量行不通 那就只能动手了 现场立刻爆发一场混战 各色海鲜轮番上阵 不过他们哪是海王兄弟的对手 只见亚瑟抢了个氧气面罩 直接冲上前 扣在渔王脑袋上 他打开气阀 准备抽干面罩里的水 渔王只能摆正态度 好好配合 他确实听到一些关于大卫的传闻 对方好像在南太平洋的恶魔深渊 那是座荒芜已久的火山 只要稍微靠近 导航系统就会失灵 既然已经拿到情报 两人不再逗留 马上赶在事情闹大前六号 亚瑟跟奥姆火速游到南太平洋 岛上的火山口冒出滚滚浓烟 兄弟俩一路游过来都快累瘫了 亚瑟让托波先回亚特兰蒂斯报告 然后带着奥姆深入丛林 亚瑟一会儿不恶作剧浑身难受 可怜的奥姆真的吃了蟑螂 此刻一只巨大的蝴蝶飞过 它的体型远远超出认知 山童的燃烧使该地动植物变异 到处都是要人命的怪物 两人马不停蹄地狂奔 不料前方出现断崖 亚瑟临近一动 一脑袋撞向旁边的石像 只见巨大的人像倾斜 形成了横跨悬崖的桥梁 他们火速跑向对面 然后合力将桥梁推倒 防止变异蚂蚱追上来 他们一路吵吵闹闹闹 终于来到了烧锅炉基地 接下来就是一通的抄家打砸抢 两人一路刷到控制室 看到了巨大的山童锅炉 奥姆表示 这地方肯定做了隔热处理 避免被陆地世界的热量监测卫星发现 就在他盘算怎么破坏反应炉时 沈博士突然单枪匹马杀进来 还说我的枪专杀亚特兰蒂斯人 沈博士不想跟着黑服份一错再错 他将黑暗三级叉连接着远古恶魔仪式 全部告诉海王兄弟 结果话音未落就被大炮轰倒 亚瑟奥姆直接被炸出大楼 魔鬼鱼带着手下现身 一场大战正式爆发 只见控制式杀出一个带装备的挂逼 奥姆被炮火硬制 亚瑟抓起正气铁钩甩过去 直接将对方砸飞 还没等奥姆松口气 魔鬼鱼就开着章鱼机器人现身 他操控机械手甩开奥姆 然后一路追在对方身后 奥姆捡起武器意图反击 却被机械触手击倒 危机时刻又是亚瑟赶到 不过他力气再大也打不过机器 亚瑟勤急之间抱起山童当武器 奥姆在旁边急得跳脚 这玩意儿一不小心就会爆炸 可不能随便当武器 他抓起铁链 甩向章鱼机器人 缠住对方凡人的触手 亚瑟趁机利用其中其摆臂 将章鱼机器人砸倒 奥姆捡起枪打开舱门 却不忍心对恶魔鱼下手 不过他不忍心黑服份可不会手软 滚滚烟雾中他那标志性大苍蝇眼显现 奥姆看黑服份连战甲都不穿 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可现在的黑服份今非昔比 亚瑟一看也不淡定了 我可以为弟弟吃蟑螂欺负弟弟 但你个苍蝇眼凭什么打奥姆 兄弟两个一起上阵对付黑服份 可挡不住对方有三叉戟加成 奥姆差点被刺个对穿 他正要拔出三叉戟 结果双手接触的瞬间 奥姆看到了失落王国的往事 黑服份趁机烧伤奥姆 就在他要上前补刀时 托波找来的援兵终于赶到 亚特兰蒂斯大军出马攻道 亚瑟抓着发射器冲向黑服份 两人直接撞进水里 随着炮火不断袭击 整个基地开始坍塌 黑服份察觉情况不妙 立刻发射铁锁抓住远古战船 亚瑟箭撞急忙追上去 可惜再一次被声波炮炸飞 巨大的碎石将他压住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梅拉显身帮他移开了周围的石头 亚特兰蒂斯人虽然毁掉了山童锅炉 但是没有抓住黑服份 而奥姆将窥探到的失落王国的往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 原来他们的老海王 还有个亲弟弟寇达克斯 亚特兰王在位期间 亚特兰蒂斯有七个联合王国 寇达克斯统治着第七王国尼克鲁斯 他皆明开发山童矿产 使尼克鲁斯迅速成为 乌克匹迪的超级大国 但也毒害了海洋和陆地环境 甚至残食了寇达克斯的心智 亚特兰恳请他不要再使用山童 但寇达却认为 兄长想夺走自己的势力 于是他注入黑魔法 打造神器三叉戟 将自己以及尼克鲁斯的人民 全部变成怪物 对抗亚特兰蒂斯 两大王国开启了一场大对决 最后亚特兰打败了寇达克斯 他还用自己的鲜血石咒 将整个尼克鲁斯冰封在海底 以保证弟弟的暗黑势力永不现世 只有亚特兰王的血脉才能解封 所以寇达克斯才蛊惑黑福分 他想借对方之手抓住皇室成员 利用其血脉成见天日 海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除了他亚特兰娜 奥姆是皇室血脉以外 亚瑟的宝贝儿子也是 果不其然 黑福分已经来到了陆地 他刺伤亚瑟的老爹 烧掉对方的小家 还掳走了海王唯一的儿子 被困在远古战船的沈博士 偷偷给亚特兰蒂斯发了一组坐标 亚瑟因此得知 黑福分正往南极州前进 现在是薪酬旧账一起算 亚瑟兄弟俩带着大军出发 此时南极的冰盖几乎全部融化 要不是海王他们毁掉了锅炉 这会儿估计都化光了 黑福分炸开冰盖薄弱点 准备带小亚瑟去见扣达克斯 不料海王一行人追了过来 魔鬼鱼马上准备声波炮 可这次海王有备而来 他召唤鲸鱼群发送同频率 但强度更大的声波干扰声波炮 来了一波漂亮的反杀 直接将远古战船炸毁 而黑福分跟沈博士搭乘章鱼机器人 再次进入了失落王国尼克鲁斯 海王的大军也跟着潜入其中 他们正纳闷怪物化的子民去哪了 后者就一股脑的涌现 虾兵蟹将一国混战大赛隆重上演 工具人梅拉开始大展身手 另一边聂柔斯被海怪缠住 因为这家伙最近一直在针对奥姆 所以奥姆故意假装走人 狠狠耍了他一顿才出手相助 两人借此机会兵士前前 而海王那边将小罗罗交给其他人处理 他得赶紧去救宝贝儿子 此时黑福分已经来到了扣达克斯面前 他让沈博士把孩子抱过来 不料对方送过去一枚炸弹 此举正好帮海王夫妻争取了时间 两人加速解决门前的怪物大军 可这帮虾兵蟹将实在太多了 奥姆打烂铁门才勉强困住一波 但此时黑福分已经抓住沈博士 他夺走小亚瑟准备动手 谁知海王立刻听到儿子哭声 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黑福分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沈博士把下黄金三叉戟助攻 两把三叉戟相撞 一边打一边擦出耀眼的火光 黑福分借战甲之力抱住亚瑟擦着强起飞 再将其狠狠撞向石头 亚瑟摔到地面被黑福分一脚踩住 梅拉赶紧抱着孩子离开 黑福分见状甩出三叉戟 好在奥姆及时出现救下梅拉姆子 可他接触三叉戟的瞬间就被扣达克斯控制 至于没了神力加持的黑福分 瞬间沦为了采集 只见奥姆拿着三叉戟刺向熊掌 亚瑟不想伤害弟弟难以施展 而扣达克斯操控奥姆 让他挑起亚瑟扔到石桌上 海王之血即将解开封印 亚瑟在破冰之前抓住三叉戟 他让弟弟放手不要沦为傀儡 过往的恩恩怨怨在眼前闪过 奥姆最后还是选择跟哥哥和解 他答应过妈妈 两兄弟要互相扶持 亚瑟立刻转身将三叉戟 致向扣达克斯 不料被对方一把握住 奥姆见状捡起金色的三叉戟 扔给哥哥 你不是大boss吗 就这 这件巨大的爆炸席卷整个大殿 失落的王国开始坍塌 黑福分稍有不慎 滑进深渊 亚瑟不计前嫌伸出援手 可后者却放手摔向身后 海王兄弟不敢多呆 飞速撤退 海王接上他们逃离他先的王国 叶柔斯也开着章鱼机器人 护送梅拉母子跟沈博士逃跑 亚瑟一家终于团聚 最终 海王学习隔壁瓦坎达 让亚特兰蒂斯面向世人 和人类一起 为全球环保和平事业做贡献 他和奥姆也成为了一对真正的兄弟 后者在亚瑟的影响下 甚至开始吃汉堡和啤酒 影片到此结束 海王2在上映前就被负面新闻压身 温泽仁顶着幕后一堆迫事 仍然坚持拍完了这部续作 由于大众对超音系列审美疲劳 所以开看前已经放低了预期 果然两个小时看下来 除了眼花缭乱的特效 场景构造 剧本套路倒不能再套路 总的来说无功无过 冲着海底世界尚可一看 主角兄弟俩的性格搭配 让人屡屡环视漫威垂机 就连片中亚瑟也开玩笑叫弟弟洛基 不管是漫威还是DC 都面临着重要转折点